我在前面的一期节目里面 专门给大家介绍了李敖的学习方法 在里面提到李敖对各种治疗的收集 整理分类以及它消化吸收的办法 一个核心的技法 它用的是把已有的各种资料进行串联 今天我就要用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 我是如何向李敖学习 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串联的 李敖曾经在他的不同的节目里头 讲过一个共同的话题 就是描述一些人 有能够记住不少人名字的特别的本领 他举过好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胡适 他特别讲到当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 有将近一两千人在机场欢迎他 而胡适能够和每一个人握手 并且寒暄能够准确地叫出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给他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另外一期节目里头 李敖又说到 他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家伙 能够记住很多很多人的名字 这个人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前老板 这个人他能够记住五万个人的名字 还在另外一个视频里头 他讲过 台湾的亲民党的第一任党魁宋楚瑜 他有这个本事 能记得很多人的名字 那么他透露宋楚瑜是用什么办法记住的 他拿一大堆人的照片放在家里头 然后不停地看这些人的照片 回忆这些人的各种事情的细节 然后记住这些人 下次一看见这个人 他就能够握手的时候叫出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宋楚瑜在台湾的震撼上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就因为他能记住很多跟他接触过人的名字 我为什么对这些例子的细节能够记得住 因为我就是用他所说的串联的办法 跟我已有的知道的一些事例产生串联 因为我知道几个能够记住别人名字的人的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周恩来 我看到的资料 周恩来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细心到在他身边曾经工作过的 只要稍微时间长一点的服务的人员 他都能够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曾经在乒乓外交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记者 随着乒乓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 这个人在N年以前到过延安一次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 立刻就能叫出他的名字 当时据说这个事情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西方报纸都报道了这个细节 另外一个例子 我所知道的就是马卫都先生 在他的一次节目里头 他也讲到了他有趣的一次人生体验 他当年在一个港商 到我们的一个国营的珠宝玉器厂去买东西 由于他去过那个厂以前 而且他能够把门卫师傅 车间的工人 技术人员 厂长 主任的名字 他全都能记得 所以当他第二次带着这个港商 到这个厂家去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热情的欢迎他 把那些压箱底的珠宝玉器 跟别人都不允许看的都拿出来 让他和他的客户逐一的挑选 当然最后可能 达成的交易的价格 也肯定是很友好的 实际上我这个串联方法 是从李敖这个地方有意识学来的 但是我发现我以前 实际上已经有这个本领 但是李敖把它用到了极致 当我看到他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立刻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有意识的学习模仿 并且不断地精进自己在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当我从李敖这个地方 看见了几个记住名字的例子 立刻就跟我已有的资料产生串联 那么我就不会忘记他 所以一些看起来非常细节的这些故事 译文或者是很多人觉得漫不经心 会忽视的东西 我在这方面也逐渐地领略到李敖 带给我的这种串联技法的威力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看一两遍也变得好像记忆力极其的旺盛 很容易就能记得住 记得我上次跟你讲过 我看李敖的节目 听他讲过台湾的在岸政治犯 是29407人 你看我没有刻意去记 但是我就能记得住 因为我把它看成了一个有趣的知识点 当你对一个信息改变了对它的看法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很容易记住它 你就会有意识地去把这些东西整理 分类串联 然后这些东西就在你的脑子里头 当我把这些所有知道人民的这些例子 放到一起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去记它 你以后任何时候再叫我讲 举出人民的例子的时候 我这些例子一个个一串 全部能给你拎出来讲 今天这一集就是用实力来告诉你 它的学习方法在我的身上 产生了这么奇妙的效应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试图尝试一下 说不定你也会发现对你有用 好了 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